今天独立在线呢 我们一样来跟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的嘉峰 一起来连线 嘉峰你好 大家早 嘉峰今天要跟我们台来什么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运动的讯息 今天我们来关心苗栗大普似乎胜诉的议题 大普似乎其实争议从98年到现在将近有5年的时间 那么在1月3号的时候呢 台中高等地方法院判决大普似乎的居民他们是胜诉 那么大普似乎的居民张药房女主人彭秀春 她是跟其他似乎的土地遭征收的居民来到台北来做召开记者会 他们是要求呢苗栗县长刘正宏应该要负起责任 这个案件的所有的行政团队也应该要向社会大众来 还有平面媒体来做道歉 他们也要求说呢土地应该还给人民 那么诉求是将原屋重建 把家的记忆给盖回来 土地要归还给我们 然后房子要盖还给我们 向所有的平面媒体道歉 然后县长及行政团队爱家爱户 向受灾户道歉 然后我希望刘县长 你还我先生一条命来 你怎么去逼死我先生 对啊我现在就想说这些话 谢谢大家谢谢 刚刚你特别提到是所谓大普市这种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胜诉的这样一个讯息 我想很多的关心大普的议题的朋友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但是其实非常非常愤怒 这个愤怒是开心当然是因为胜诉 而愤怒当然是因为这个房子已经被拆掉 甚至造成了这个张药房的这个自杀 那当然这是胜诉记者会的上面 除了去表现他们对胜诉的这种看法之外 有哪些的一个具体的诉求 他们希望政府应该要怎么去补偿 或是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是因为大普案经过最高行政法院判决 他们明确是指出呢有多处的违法 那么其实其中包含了有未信型实质的协议架构这个部分 还有土地征收的审议委员会呢 他们没有进行实质的审议征收案件的这个公益性跟必要性等等 所以他们是发挥到台中高等地方法院来重新审理 那么经过一年的审理之后呢 在1月3号判决出炉 那结果是大普被征收的市户的居民胜诉 所以明确是宣示这个案件的这个违法事实 所以其实庙历现场刘正宏呢 他在赶在这个案件在宣判之前呢 就是强拆了大普这样的张药房等市户的家园 造成这样的既定的事实 那对这样的不法的举动呢 大普市户的居民是相当的愤怒 他们是说在彭秀春在记者会上面是说呢 政府所有的行政团队应该要挨家挨户 来向大普市户来做道歉的动作 那么行政院长江宇化呢 也应该为他的承诺私信愚民来做道歉 而且他要求呢将仅存的六坪大小的房子给盖回来 因为他在意的不是房子大小 而是那个家园存在的记忆 这个其实是一个在情感上面 我们希望政府应该要道歉 或是情感上面 我们希望政府应该要去看待 慰问看待这些被拆的这些住户们 那可是在实质上面呢 我们知道在当时也有很多的 在当天有很多的朋友去声援嘛 那在这个实质上面 有希望政府做什么样的一些回应吗 当天在政大地政系的教授 徐世荣他是有提到说 马总统有说到 今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拼经济的一个年度 可是他是呼吁马总统说呢 应该要更来重视呢 打拼的是基本的土地的人权 还有打拼环境的一个永续哦 他说如果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呢 我们的经济发展才会有更稳固哦 他同时也是强调说呢 我们的土地征收的相关法规呢 必须要来做立即的修改 那么尤其是土地征收条例跟都市计划法 这两个案件哦 这两个事件 他也是同时强调说 我们的现场大夫 似乎皇夫妻的女儿呢 他也是感慨地有提到说呢 虽然这是此来的正义哦 虽然是很高兴 不过在三四年间呢 他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他跟他的爸妈都是必须要来服用这个抗忧郁的药哦 现场他也是要求呢 柳正宏县长呢 是必须要把他们给 已经被拆除的这样的一个围墙呢 给一样一模一样的给盖回来 那么另外呢 也要求说呢 这个被破坏的农田 必须给完全来做恢复 让他们可以继续来做耕作 他说他很想去死 我说为什么要死 他说我再也承受不了一次一次的驳回 我觉得在这几年的那种所谓的这些被拆迁户哦 他的心理的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哦 那他不仅要面临到这个家园被拆的这个危机 同时他可能也面临到 在当地很多人觉得应该要去把房子拆掉 然后去新建科学园区连外道路的这一种所谓的指责 因为他们常常会被认为是一个阻碍社会进步的这个所谓的丁止户哦 所以其实把房子盖回来啊 把这个围墙盖回来 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要求 但是除了这些基本的要求之外 其实还涉及到背后的一些更重要的制度上面的修改 刚刚徐世龙老师也提到一些哦 那我想在上次在前期也前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当中 台湾农村阵线其实也长期关心台湾土地政策土地的问题哦 他们也到了现场他们有提出什么样一些诉求吗 哦其实在记者会之外呢 大普四货的居民在13号他们也是有来到内政部来做一个诊情诉求 他们是递交诊情书希望内政部长能够承认这样的一个错误 不要再提出上诉 因为他们觉得说内政部长应该要勇敢的承认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责任 必须要把大普案件呢 推向更有益于未来 然后兼顾到这种居民权益跟国家建设平衡的这样一个土地征收的一个制度来做修正 而且他们也说呢内政部是土地征收相关法规的一个主管机关哦 应该是要站在补强制度以及保障人民这样立场的上面来做思考 嗯哼 呃在现场我想呃内政部的官员恐怕也得要做一些回应哦 那内政部的官员对于这些不管是来自于大普市户的这个诉求 来自于呃台湾农村政线或是徐世荣教授对于所谓的土地改革的这些诉求 内政部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哦其实在十三号的记者会当天呢 呃大普市户的张药房女主人她是带来自己制作的幸福江堂呢 其实这个幸福江堂是非常重要因为象征一个爱跟所有的幸福幸福的一个意义哦 那她是要来赠送给内政部长李宏源呢 希望她而且她一并把这就会的成情书递交给内政部 不过在当天出来接收成情书的那个翁文文的主命呢 她是针对大普市户所提的上述的这样的放弃上述这样的一个诉求呢 她是回应说呢内政部会来做会倾听各界的意见 并且不会做预设的立场 她也会赶快尽数来处理这样的一个案件 不过她是对于制作会所提的时间表呢 她是完全没有办法来做任何的一个具体上面的一个回应 嗯看起来呃内政部是有要做一些回应 毕竟在法律上面或者是在道理上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我们更期待的不只是在对这些呃大普的事户 在精神上面或者在物质上面 或者是甚至把房子盖回去的这些赔偿之外 我想这个社会更重要更关心的是整个台湾的 这个所谓的土地征收政策哦 她的确出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哦 包括连带的像所谓的都根条例 都有非常严重的这个检讨的必要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资料库的加峰一起来连线 来告诉我们本关大普事件最新的发展 谢谢佳峰谢谢 谢谢 到底这个烂摊子合适才能了结哦 这根本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灿烂时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这里是独立在线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加勒福变形公时引发的争议事件 大卖场加勒福这几年 由于变形公时与加班费问题争议不断 如今公会与资方冲突再起 一场抗议意外引发一场罗生门 在公会干部不断索邀 加勒福公司具已主张 同意四周变形公时的 树林店劳资会议记录下 加勒福竟改口承认 该次会议并没有讨论 变形公时的问题 不过新北市劳工局却表示 有收到加勒福提供的会议记录 既然没有讨论 何来会议记录 加勒福是否涉及伪造文书 还有待厘清 继续是苗栗大卜土地征收相关议题 13号上午 苗栗大卜似乎代表与台湾农村阵线 来到内政部前 诉请内政部放弃大卜案上诉 谴责苗栗县长刘正宏推卸责任 拒绝回应 并诉求还地大卜 以及重建家园 台湾农村阵线指出 内政部为土地征收审议主管机关 应补强制度 正在保障人民的立场做思考 自救会议呼吁内政部长李鸿源 应就此停损 勇敢承认错误 不再提起上诉 来浪费司法与社会资源 另外 也应积极地兼顾居民权益 与国家建设的思维 做土地征收制度的修正 避免单调的发展思维 与土地人权相冲突时 再有类似的不幸发生 最后是大马人权问题 相关争议事件 马来西亚的大马非政府组织联盟 向联合国揭露国阵政府 其视同性恋组织 操纵种族课题 因而接二连三地 遭到马来西亚又一组织骚扰 更被内政部打压为非法组织 他们痛斥政府 试图以高压手段来转移注意力 并坚定地说 已做好被逮捕的心理准备 马来西亚女律师公会 其中一名创始成员周瑞玉 1月13号出席该联盟记者会时表示 我今天在这里是准备被捕 所以我今天穿的是运动鞋 而不是上庭的鞋子 他更批评 这项查禁的决定是为了恐吓民众 任何人参与了联盟的活动 就会被控诉 以上新闻是由陈怡秀编辑播报 感谢您的收听